大家好啊 最近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啊 很多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开始严格的控制限制 甚至不给签证啊 这个中国外交部还抗议说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啊 最近传出来有500多个赴美学生 是有所谓的国防七校 再加上北京邮件大学这八个学校的啊 只要一看是这八个学校的学生就一律拒签 可能不止这500多可能至少几千人 光美国就两三千人啊 全世界可能都上万人 一些敏感的涉及到尖端科技的国防的啊 很多的这些领域的不让中国人学了 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剽窃什么的啊 但是我们看看啊 其实历史上这个对中国人封锁的还不仅仅是西方国家 看看苏联 看见了吗 苏联也这样啊 苏联也这样 当年中国没有苏联的专家 最后临撤退的时候 因为中国人都是好吃好喝的 好招待的 所以苏联专家说你们抄吧抄吧 所以没有苏联的专家故意的放水 中国研制不出原子弹 当然苏联的资料 苏联的技术又来自美国和英国啊 好吧 你看啊 这有一个照片 我们看一看上面的文字 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 11月5日接见被苏联政府无礼勒令回国的65名 我国留学生 65名 陈毅副总理代表毛主席 党中央和国务院 把毛主席都搁前面啊 一个个人是吧 这就是独裁吗 毛泽东绝对独裁 向光荣返回祖国的反修战事 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吗 苏修吗 表示亲切慰问和热烈欢迎 中间的个高的胖老头 这就是陈毅啊 最强烈抗议苏联政府无理赶走 我全部留学生 全部都哄回来了 现在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法国还没有全部啊 他只是部分的啊 比较敏感的核心技术国防科技他不给你什么航天呀 生物医药啊 是吧 人工智能啊 有些方面开始限制了 你学点艺术 学点文学 学点经济 学点这东西 还是让你去学的啊 为什么你看中国不断的派遣留学生啊 当年去苏联也是因为你不如人家 你落后 是吧 后来改革开放又抱着西方的大粗腿 等于也是向人家学习 对吧 你要人家不比你强 你为什么去人家那呢 他如果比你落后 你怎么不派遣留学生 去科特迪瓦 纳米比亚 金巴布韦 索马里 北朝鲜 对吧 为什么不去巴基斯坦呢 这不很明显吗 对吧 你既然不如人家 你就跟人好好搞好关系 啊 虚心的请教 这是1966年10月7日 苏联政府突然通知中国66年10月7日文革刚搞起来不到半年啊 但是人家看你就很疯狂了 对吧 要要换了我也不让你来 突然通知中国驻苏大使馆单方面决定 中国全体留苏学生休学 并限令于10月份离开苏联 10月7号给的消息 让你10月份之内全体回来 不要你了 这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 对中苏文化合作协定的粗暴破坏 使他们为了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国关系 煽动起新的反华妖风而制造的一个严重事件 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国政府考虑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已全部停课 你看见了吗 中国的这是中国自己的新华社的消息 中国的高等院校全部停课 就文革吗 对吧 文革那会大学都停止招生 所有的大学停止上课了 全部停课 你还有脸说呢 对吧 你这都是文明的破坏文明啊 对吧 破坏高等教育 就是那些疯狂的事啊 那些基本课程已经学完的留学生 可以提前毕业 苏联的留学生原计划 1966年底毕业 基本课程已经学完 可以提前毕业 我国政府通知苏方 提出同他们商定这些学生 提前毕业的时间问题 但是苏联方面一直不予答复 却自行将苏联留华学生召回 人家把自己的学生都撤回去了 是吧 所以人家让你撤回来 这是一种对等的安排 也说得通 就在苏联学生回国的第二天 苏联政府 竟诬赖中国政府 单方面决定苏联留学生 休学 并借口所谓对等原则 立即下令赶走 全部中国留苏学生 苏联并不存在 所有在苏外国留学生 休学一年的情况 那不是针对其他国家 就针对你中国学生的 苏联的学校并没有停课 只有中国呀 你不是折腾吗 你不是发疯吗 搞文革吗 都停课了吗 对吧 各国留学生都得照样学习 为什么突然勒令 中国留学生休学 离开苏联呢 这分明是一种 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 歧视行为 人就针对你 现在西方也针对你 当年苏联也针对你 是吧 1966年的苏联 2021年的西方 苏联 苏联领导破坏中苏两国 交换留学生的关系 蓄谋已久 长期以来 苏联方面就对我国 派遣留学生 百般刁难 极力减少我国留苏学生的人数 对我国在苏留学生的学习 制造各种困难 片面改变他们的学习专业 限制他们 你看 片面改变他们的学习专业 有些敏感的 高科技的 军事的 军工的 都不让你学了 关系好的时候 可以让你学一点 关系不好 就不让你学 就跟现在西方一样 是吧 并片面改变他们的学习专业 限制他们 阅读资料和进行实习 你看资料不给你了 现在不就有千人计划吗 那会儿也有可能 改头换面 不叫你名字 制造借口 把他们赶回中国 甚至对他们进行 叫什么 策反活动 策反 让他们成为苏联的特务 搜集中共的情报 现在终于把我国留学生 全部赶回 苏联当局颠倒是非 企图将破坏 交换留学生关系的责任 加在我们身上 这是枉费心机的 应当指出 苏联政府这次赶走 中国留学生 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最近以来 苏联的领导 精心策划了一个新的 世界规模的反华运动 苏联报刊 连篇累赌的发表反华材料 对中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 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极尽造谣污蔑 诽谤之能事 什么叫造谣诽谤 你这对吗 文化大革命 就是对人类的犯罪 不仅仅是对中国人 苏联人抨击你 批评你 一点的错都没有 对不对 与此同时 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恶化中苏两国关系 所有这些再次暴露他们 高唱什么反帝联合行动 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同美帝联合行动反华 倒是货真价实的 是吧 这个说苏联联合美国 反对中国1966年 现在拜登和普京 是吧 俩人见面又柔情密意 是吧 情意绵绵 表情暧昧 似乎又在对中国 是吧 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这完全有可能 现在光荣的反修战士 被苏联政府 无礼勒令回国的 我国全体留宿学生65人 那不多呀 才60多人 现在去西方留学的 成千上万 光在美国的就多少万人 几十万人 对吧 已于1966年10月2日 回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 回到了我们最敬爱 最最敬爱的 领袖毛主席身边 12月2日下午 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 首都各界革命群众代表 和红卫兵小将 以及从全国各地 这个来京 进行革命串联的 那会大串联 部分革命师生 在北京市 在北京车站 北京车站 就是北京火车站 北京站 在北京车站 举行盛大集会 最热烈的欢迎光荣的反修战士们 胜利归来 最强烈的谴责和抗议 苏联政府蓄意恶化 中苏两国关系的可耻行径 在欢迎集会上 我全体留苏学生 发表声明 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 反华的新步骤 破坏中苏两国关系 和两国人民友谊 等等等等 说了一堆屁话 这字比较小 幸亏我眼睛还没花 给大家读一读这个 这当年和今天一样 这中国似乎总是和外部世界 和中国以外的世界搞不好关系 是吧 就忽冷忽热 热的时候穿一条裤子 冷的时候恨不得兵戎相见 是吧 你看中国跟多少个国家打过仗 跟日本打过 跟苏联打过 就是俄罗斯啊 跟美国打过 跟印度 跟越南 是吧 跟菲律宾 好像跟周围国家 都不太和睦 是吧 如果你跟所有国家都打过仗 那可能你自己得考虑考虑 你有没有问题了 是吧 好朋友们 谢谢了